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中导降灾,效力于普超的日本国脚,如今,他即将登录英超。 目前,包括英国媒体每日邮报,葡萄牙媒体,Abolla,都指出,狼队即将以2000万欧元转会费,签下日本国脚中导降灾。 此前,狼队还和吴磊传出绯闻,未来,中导降灾和吴磊,会成为队友吗? 中导降灾只有一米六十四,若在中国足坛,这样的身高或许在很小的时候,就被扼杀了足球。 梦想,但是,中导降灾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足球梦,如今成为了亚洲足坛最炙手可热的球星。 目前,中导降灾在普超波尔地盲踢球,中国球迷很熟悉这支球队的另外一名球员,那就是恒大外租前锋界马。 本赛季,中导降灾出场十次,打进五球,还有三个助攻。 现在,狼队开出2000万欧元转会费,有望得到这位日本国脚。 当初加盟波尔地盲时,中导降灾的身价是80万欧元,2000万欧元,约合人民币1.5亿,这样高额的转会费,是对中导降灾的认可。 他只有24岁,但已经征服了欧洲联赛。 上赛季,中导降灾在普超踢出了十球十助攻的两双数据,可以说,波尔地盲引进中导降灾,现在赚得盆满钵满。 即将到来的亚洲杯,中导降灾的表现也备受期待,日本球星甚至认为,中导降灾,能够取代孙兴明,成为新的亚洲一哥。 从年龄上,中导降灾比孙兴明小两岁,直。